亲爱的姐有没有特别喜欢左脸或右脸的位置 没问题 360度 真的吗 那我们就背面来受访了 台北真美呀 我下飞机的时候 看到那个云雾在很低很低 那么台北很多高楼大厦都高手露云 在大厦在云去云来间 我觉得像诗一样 我觉得感觉上很温暖 就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里这么温暖 是 太会说话了 不过是作家 每一个字都是很有画面的 云去云来怎么这四个字有点熟悉 我的第二本诗 你这个置入也非常的巧妙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 哈哈哈 我差不多一生中很重要的时刻 都有佩戴卡列的珠宝 真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 佩戴的是珠链子 那么我六十岁的时候 佩戴的是卡蒂尔的冠冕 那么卡蒂尔的冠冕 我非常的欣赏 我收藏了两个 卡蒂尔最重要的就是 他很优雅 而且他很坚毅地要美下去 戴上卡蒂尔 本身优雅会感觉更加的优雅 这个我刚刚 开玩笑对不起 我是在开玩笑的啦 不不不 太久没演戏了 真的想趁机演戏 我刚刚 这一局手里的黄族都是戏 所以为什么那么久不演戏了 是还没有念到好的剧本 还是什么原因 哎呀 那个 你刚刚是在撒娇吗 哈哈哈哈 我有点多个习惯 一个巨星跟我 哎呀 哎呀 我不好意思被你看出来 没事 我已经拍了二十几 二十几年戏了 我想 希望有个转变 就四十岁的时候 我就结婚了 五十岁我开始写作 对 希望在生命中 能够成长 言下之意是未来 没有想要考虑 任何付出的机会吗 没有考虑 那有没有考虑做点别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唱跨年 唱什么 跨年晚会啊 跨年呢 来台北看101烟火啊 你唱那个 亲亲我的爱啊 只记今朝笑名的代表作 其实不少哎 来台北看烟火是可以 我唱是不行 可以了 对手就好了嘛 还是今天唱两句呢 亲亲我的爱 心里靠我身旁 心里靠我身旁 哎呀 我的声音太低了是不是 我的可以跟你不一样 你再一起一个 我不要我不要 我求你了 再一次 No thank you 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赚到一句了 OK 大家可以剪唱了 谢谢 哈哈哈 好了姐姐 我是小公子 niet 快 sag 你 借